他问我 我回答他 我说你只要能把四庄四庆做好 世界就和平了 他问我哪四庆 我说第一个 国家与国家 平等对待和睦相处 第二呢 政党与政党 第三 族群与族群 第四个 宗教与宗教 既然能做到 平等对待和睦相处 世界就和平了 长老停了之后 表情非常严肃 说不出话了 我们停了五六分钟之后 我说这四庄四确实很难 非常棘手 但是如果从宗教团结下手 就可以逐步做到 离近这个世界上 信仰宗教的人 还是超过不信宗教的人 所以宗教团结之后 就能够促成族群 政党 与国家的和平共存 长老听懂了我的话 所以我们就很开心在一起聊天 我们之所以对宗教团结这么有信心 是因为从1998年起 我在新加坡成功地团结了新加坡的九大宗教 不同宗教变成一家人 时常交流 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相学习 互相赞叹 互足合作 新加坡有个宗教联谊会 已有五十年的 幽旧历史 他们所办的活动 只是每年 过年的时候 这些宗教领袖们 在一起聚会一次 一次的聚餐 平时都不相往来 过人做过人 没有真正达到团结的效果 那我到新加坡之后 真的起了团结的作用 九大宗教互相往来很密切 大型的活动 各个宗教都来参加 那么新加坡当时的曾师真部长 访问居士林 他问我 他说你用什么方法把宗教团结起来 我说方法是佛陀教给我们的 就是四学法 四学法的内容是布施 这个布施是多送礼 多请客 大家的友谊就能够建立 碍于我们的言语 决定是互相亲爱的 立行的 我们所作所为有共同的利益 我们同作一个目标一个方向 就是希望这个世界永续的安定和谐 没有斗争 没有战争 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一个方向 那么四学法就是佛教里面的公共关系法 把宗教团结起来 它可以团结家庭 团结社会 团结国家 团结人类 那么现在我们的团巴也是运用了四学法 这一次我回来 看到宗教团结做得非常成功 超过当年我在新加坡所做的成绩 这让我深深感觉到 构建团文吧 多元文化和学 示范成的理想 越来越接近 这将对于世界和平产生重大的正面影响 我们感谢市长 一名的领导感谢汉尼夫先生辛劳的付出 过去我在新加坡做这个事情 我离开新加坡之后 汉尼夫继续从事这个工作 所以这么多年来 他的经验非常丰富